武汉疫情升温冲击各行各业像是中部百货公司 过年人潮不如往年很多民众不出门 改线上购物宅配 业者表示这样的消费方式这段期间提高一到两成左右 其中又以空气清净机最热卖比平常多出一倍的业绩 对着民众解说空气清净机每台的公用差异 因为它最近可是百货最热销的商品之一 受到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 过年期间销售的数量就比平常多出一倍左右 比相当于去年的过年就业绩都有到一倍左右了 因为其实台中本来就是一个清净机热销的地方 那它这个状况算是 就是它是一个突然增加的一个百分比 因为其实本来就卖得不错的一个东西 现在又在往上冲 对又往上冲 百货业者指出 中部因为空污跟P2.5的问题 让空气清净机就卖得不错 而这一波疫情发挥就让买气增加不少 看重的就是它的杀菌过滤功能 而另外还有精油香氛 也是询问度相当高 这些过年期间的买气 有多数都是透过网络或电话下定 然后再宅配给消费者 那光这样子的年节期间来讲的话 消费行为模式不同 那我们这样子的消费行为 包含宅配的部分也有成长差不多有两成以上的一个宅配服务 武汉疫情在过年期间爆发 影响到民众共百过的意愿 虽然人潮减少 但宅配的订单却增加有一到两成 也减少疫情对买气的杀赏力 这里降台中采缝到